好极了,不仅没有人,回应大自然的呼唤 我早已习惯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那是经典又昂贵的事物 小姐,您的宝座准备好了 相信一切都能令你满意的 谢谢 好舒服哦 不能回避一下吗 景色真是美丽 是个登山的好日子呢 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真棒 所以,这边是真的没有WiFi吗 你是开玩笑的,对吧 这会让你整个人都火力充沛的 这边似乎是打掌棚的好位置呢 好哦,嗨 这些因果,部署包裹 看看它 好,飞过来了 这样子,露营就简单多了 等等,这不是我买的东西啊 嘿 金色的,我最爱的颜色 这样好多了 你看看它 实在太棒了 上面还有宝石呢 你能相信吗 来看看里面吧 哇哦,实在太赞了 啊,怎么一回事啊 哇,快回来啊 嗯,露营真是累人 得把帐篷压根固定才行 这些金块刚好可以用 还好,我总是随身携带几个 好了,应该可以了 我想我应该休息一下 其实,还不错的说 嘿,这里不错嘛 我能进来吗 不行 很没有礼貌耶 我应该带帐篷来的 嗯,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 一卷保鲜膜 肯定是老妈放进来的 或许有东西可以用来做一个帐篷 等等,我知道了 我可以用这些树枝做个框架 然后要把它们绑在一起 用这绳子刚刚好 用它来把树枝绑紧绑好 应该可以了 现在换保鲜膜上场了 用保鲜膜包住框架 记得每一层都要重叠 这样才不会有任何空隙 然后在其中一边剪一刀 沿着保鲜膜的中间 一路往上剪 就会变成帐篷的门 还好我记得带剪刀 好了,现在可以进来我的避风港了 哇哦,看起来真棒 很舒服呢,我喜欢 谁需要搭帐篷呢 我比较喜欢这个 唉,刚才那一觉睡得真好 来梳洗一下吧 我带了我的牙刷和恐怖娃娃哈斯的牙膏 我的口气肯定会非常清新的 而且这只牙刷可以节省时间 因为多头的设计 可以同时刷到牙齿的每一边 很聪明吧 我的牙齿肯定会炫白闪耀的 早上了吗 得起来准备一下了 哦,我把牙刷弄坏了 这不能用了 我该怎么办才好 有了 可以在这个针筒的头部挤上瞬间胶 然后把牙刷头粘上去 接着把助塞拉出来 然后把牙膏拿过来 用牙膏把针筒装满 再把助塞放回去 这样每次一推 牙膏就会挤出来了 而且分量刚刚好 针筒就像把手一样 早上再回一口就咯 这里肯定有什么可以吃的 你看,我正好需要这些蛋呢 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用来当做早餐刚刚好 我有个主意了 我可以用这只树枝呢 可以用来煮蛋 不过,首先要拿另外一样东西 要拿锡箔纸包住树枝 好极了 这就是我的主蛋神器 把它放在火坑上 然后把蛋打到锡箔纸上 然后要稍候一下 看起来不错哦 嗯,闻起来真香 而且我有一双筷子 等不及开动了 我的老天爷,太好吃了 有什么东西好香哦 超嫉妒的 我得找些食物才行 或者叫个外众也好 哦,有工作了 要去送货了 嗯,希望有人会停下来 我马上来了 最好是给我很多少费 还真是拔山剩水哎 虽然没找错地方 我可不想再爬过另外一个山头 快到了 怎么那么久啊 终于,我快饿死了 Lizy,是吧 拿去吧 嗯,谢谢 哇,你是认真的吗 我发达了 谢了,随时打给我 我真爱我的工作 这比用煮的好多了 新鲜出炉的烤面包 用萤火是很难烤面包的 我开始喜欢露营了 早知道露营是这样子 我一定早点开始的 没什么比清晨徒步旅行更好的了 这我可不知道 嗯,你可以放我上来咯 哇,这边不错嘛 啊,那是 土吗 不能让别人看到啊 还好,我装了一个花洒 家里的小确幸可不能少 好舒服哦 毕竟我不能弄脏 有形象要顾吗 可以来擦干咯 这样就更像我自己了 有点热呢 什么味道啊 哦,等等 是我的味道 真糟糕 这从哪里来的啊 为什么人们要乱丢垃圾呢 等一下 我好像可以用呢 先把袋子装满水 然后把它挂在树上 在下面吹一些洞洞 就变成花洒了 虽然是基本版 但很好用 感觉好像在拍一起把镜广告一样 真是清爽舒服 超需要的 啊,这才是人生嘛 嗯,我的衣服脏了 那是 一只虫子嘛 啊,快把它弄掉啦 谁来救命啊 这很可爱嘛 还有什么问题啊 David,怎么了 我讨厌虫子 哦,一定很痛 我,我在哪儿啊 那是,一个天使吗 不是啦,是我而已 不过你嘴巴真甜 让我拉你起来吧 谢谢你,Lizzy 我想我知道怎么帮忙了 只要一点钱就能解决咯 只不过是零钱罢了 所以完全没差 再把钞票 铺在你帐篷里的地上吧 你一定会喜欢的 最后一张咯 这样你就可以躺在上面咯 这应该是你看过 最贵的地毯了 哇,好极了 谢谢你,Lizzy 哇,好舒服哦 让我用塑胶袋装点空气 它就变成一个枕头了 现在可以放松休息了 地板好硬哦 真希望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嘿,我知道要用什么了 快点,出来帮我吧 好好玩呢 继续哦 这样应该够了 放进去里面吧 来 可以试试看咯 我专属的空气床垫 好像在云朵上漂浮一样 小姐,你的高尔布球干 让我把球放好啊,小姐 你可以开始打了,小姐 有个嗜好真是不错 我的嗜好是打迷你高尔布球 祝你好运,小姐 我应该先伸展一下 好啊,应该够了 嗯,还不容易呢 呃,看着 哇,好像有点过火了 打得好,小姐 躲在后面比较安全 呃,话说得太早了 呃,被打中了 大自然,这是奥妙 呃,呃,好痛哦 这椰子是哪来的啊 很明显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吧 我有个好玩的点子了 首先需要挤瓶水 现在就可以打保龄球了 这肯定能打发时间 哦,差一点 环阳圣雄 全倒 爱情真好 我最爱露营了 你真是个漂亮的娃娃 糖果的这边,女儿 你,呃,我们走之前 要不要去一下厕所 不用 走吧 好啊,好啊 出发了 哇啊 好好玩哦 哦 外面真美好 别跑太远哦,亲爱的 呃,好漂亮哦 我要 呃 呃 拿到了 哦 好蛤哦 呃 呃 爸比 我就知道 好了 跟我来吧 快点 这附近肯定有树丛什么的 这边很完美 你可以一边欣赏风景 一边上厕所 不要 好啊 让我想想看啊 有了 跟我来吧 跑哪儿去了 爹地 用这个吧 你开玩笑吗 不要 快想想 认真点 应该可以用这个 有了 等一下哦 把桶子放在后车厢 盖子就像马土座一样 女皇起用吧 差点憋不住了 让我挂一张毯子 给你一点隐私 万人爸爸又成功出击 哦 嘿 你能快一点吗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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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 哇 景色真美 真是爬山的好日子 你知道吗 其实没有很糟嘛 我们在这边休息吧 呃 别利 你的包包呢 哦哦 我马上回来 每次都这样 拿来了 好哦 那没问题了 来把东西拿出来吧 嘿 别利 可以帮帮忙吗 抱歉 我在欣赏美景呢 我们刚来准备食物了 我有木炭 我有太阳眼镜 这个一定好吃又解渴 哦 我看起来真可爱 阳光真是完美 Betty 你们带食物吗 哦 对 希望你喜欢热狗 其他的呢 其他的 就这样吗 什么意思啊 烤肉呢 哦 是这样的 我的袋子装不下呢 你可以拿吗 当然没问题 我们可以走了 塞不进去 化妆品可一定要带 等等我 糟糕 哦 早该想到会变成这样 但 我有办法了 我需要这个 把热狗穿在竹签上 现在可以让阳光把它烤熟 很快就好了 我 不觉得这会有用 等一下 我想到补救的方法了 把西瓜切成一半 把果肉挖出来 嗯 好好吃哦 好哦 现在西瓜空了 在里面铺一张锡波纸 然后把碳放进去 接着把竹签穿过西瓜 还需要几根 要做出一个烤肉架 这样热狗就可以放在上面烤了 等它们烤熟 好香哦 给你吧 哇 看起来很好吃呢 等待是值得的 哦 我知道可以煮什么了 那什么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蛤 这个怎么样 还是交给我来吧 OK 一起放下吧 耶 海滩时间到 Jarrett 等等 站着别动哦 这个要先吹气啦 什么 要我吹 需你带来的 哦 好啦 好了 切好了 好了 我们走吧 哦 我在游泳了 哦 不 在漏气耶 不 有个洞呢 超扫兴的 它不等我就已经开始完了 好好的一天泡汤了 可是我现在能干嘛 啊 这瓶子可以装水耶 也就是说 我可以拿它来装空气 先把瓶子清空 然后拿条绳子 在绳子的一边绑一个结 另外一边则用束线袋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束线袋很好玩 把它拉到最紧 很好 这个好了 现在多绑几个 来绑下一条束线袋 要绑紧绑好哦 好了 绑了一整排 谁还需要 可爱甜甜圈游泳圈呢 我不需要了 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个 可以游泳了 哇 Betty 那是什么啊 不做嘛 我自己做的 走吧 我们吃水仙的地方 我就在你后面哦 勇懒的洗车真不错啊 今天很热呢 哈喽 快吸气收手负 你要是在就好了 你看 没人能抗拒我甩头法的 小姐们好 这应该很好笑吗 很经典耶 她们是和我一起笑 是吧 真是够了 好吧 继续擦吧 要擦得亮晶晶才行 清洁溜溜 做得好 很满意哦 我准备好去上学了 爸爸 上车吧 宝贝 出发吧 爸爸 先播点音乐吧 我超爱这首歌的 不 你在干嘛 糟糕 抱歉 我刚擦好的 我动作可以小一点的 我刚刚说了什么 神呼吸 想想与佳克教过的东西 等一下 我有办法了 这件T恤可以解决问题哦 把它穿过头枕 一直拉到椅子下方 这样你就可以一路跳了哦 谢谢爸爸 出发咯 往下车 来看一下哦 它的玩具应该带够了吧 哦 可别忘了帽子 还有我的书 还有湿纸机 弄脏的手可以用 哦 袋子装满了 讨厌 进去了 一片装得下的 好极了 现在怎么办 嗯 它在玩的是什么 嘿 嘿妈咪 那是我的 好哦 把玩具从容器中拿出来 空了以后 就可以塞一堆湿纸巾进去咯 虽然容器很小 但还是塞得下几张湿纸巾的 好了 应该够咯 这样站的空间就少多了 嘿妈妈 给你看看我的洋芋片脸 真厉害 做得好哦 等一下哦 让我拿张湿纸巾出来 这实在是个超聪明的好点子 好哦 让妈妈把你的脸擦干净 好了 干干净净 我就喜欢这样 啊 真是个愉快的下午 哦 天哪 宝贝你看 是鸭子呢 妈咪啊 你害我打翻了啦 我的天哪 别担心 我有办法的 你看 我还有湿纸巾呢 来吧 擦干净就好了 衣服又干干净净的了 那么 你去苹果 别喝汽水了 咚咚咚咚 小心 你就是要过来了 我撞 口龙卡车来撞你 用力 亲爱的 你在那边干嘛 亲爱的 宝贝 妈妈在问你问题呢 我的老天鹅 你满手都是土呢 还好我还有湿纸巾 来 我帮你擦手 这次要大力一点才行 好了 手又干干净净了 耶 谢谢妈妈 我最爱你了 让我看看哦 这个位置看起来不错 好极了 小姐你好 有什么事吗 哦 对 你需要买杂志吗 不用 这本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不用了 如果你不想看文字 涂超多的 我有手机 干嘛要杂志啊 我懂了 你不想买杂志 真是怪人 好痛哦 弄得全身都是沙 这很难吃耶 还好没人看到 拖鞋坏了 好极了 这怎么穿啊 算了 却蛮新的 哎呦 这沙滩也太烫了吧 假装在跳舞 保持优雅 灯脚快烫死了 这海滩跟我有仇吗 我不能光脚 在沙滩上走啦 但又怎么办呢 好极了 他回来了 还有更糟的吗 等一下 那些给我 嘿 是啦 钱拿去 合作愉快哦 这正是我需要的 可以把这些杂志 当作拖鞋 把杂志用胶带 黏在脚上 这样就牢固了 虽然很不时尚 但将这些用吧 现在可以继续晒太阳了 好啊 大步迈出去 蛤 他知道杂志是用来看的吧 不过 这给了我另外一个 赚钱的好点子 来动手吧 咻咻 走开啦 得帮你喷点蛆虫义才行 不要 那个很饿欸 你去哪啊 算了 我尽力了 你找不到我的 这边吃糖糖 刚刚好 这本书真好看 嗯 好黏哦 哦不 走开 妈咪 别追我 嗯 那是猎儿吗 不 应该没事的 救救我 看着 现在他们被激怒了 救救我 妈妈 那些蚊子一直咬我 他们好坏哦 别担心 亲爱的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需要点几滴这一个 滴在你的腕带上 这样子蚊子就不会靠近你了 他们不会再烦你了 好啊 亲一下啊 我还是去找蚊子 比较好 我回来了 看你们想怎么样 嘿嘿 看招 今天天气真好欸 而且我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真是赞 而且完全不累呢 哎呀 早该想到植带不是个好主意 我的橘子 快来啊 别跑啊 终于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 用手拿 切切还可以 那为何不再生一击呢 用帽子包住所有东西 然后把袖子绑起来 很实用 对吧 这样砸货就有地方可以装了 这是天才呢 亏我以前都用几袋 蛤 哦 这我可有经验咯 耶 这是我最爱的poppy 我最爱蝴蝶了 哦天哪 它像个小天使一样 哦嗨 好久不见的 你最近好吗 快点 我们去散步吧 耶 你可以哦 我们该去环游世界吗 哦 娃娃你看 还是游泳池呢 我最爱游泳了 哦 你口温渴吗 那你该喝点东西 给你 感觉如何 不错吗 哦不 它跑哪儿去了 哦 它在那边 真不敢相信 自从上次见面以后 它长大了这么多耶 娃娃 这里一点也不好玩 哦 你看那边 那边有一颗球呢 哦 这颗球不错呢 我好喜欢哦 红色和蓝色的 嘿 快回来啊 球球 别滚了 我要和你玩 哇 球球你看 这棵树好高哦 一直长到天空里耶 真是一棵超棒的树 树啊树啊 信不信我可以帮你摇垮啊 开玩笑的啦 我真的超爱这本书的 啊 等等 它跑哪儿去了 人呢 不不不 它不见了 这附近都没有它的身影 它的娃娃在这 但它去哪儿都带着娃娃的 它跑哪儿去了 不好意思 哈喽 你们有看到这个小女生吗 这是它的照片 它很可爱 哦 真对不起 我们没有看到过它呢 它会跑去哪里 哦 是我的电话 哈喽 是的 是的 哦 我的天哪 太谢谢你了 哦 怎么还没有来 哦 我的小天使 宝贝啊 妈妈到处来找你呢 嘿 妈咪 哦 真是感谢您带它回来 您怎么找到我的 哦 是它的手链啊 我拨了上面的电话 就找到你了 我的老天哪 我都忘了有这手链了 这是用钓鱼线 和一些珠子做的 星星珠子 看起来很漂亮 然后加上我的电话号码 还有它的名字 然后再来几颗星星 真是太谢谢您 把Annie带回我身边了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哦 和你的救命英雄说再见吧 Annie 得确认所有东西都带了 确认 转过去 让我把这个放你背包 鸡蛋可不能忘了 等等 这样摆里面会破吗 哈 嗯 等一下 我想我有办法了 要来打几颗蛋 正确来说 是打所有的蛋 接下来要好好搅拌 好了 然后拿个空瓶子 把蛋液全部倒进去 那好了 而且没撒出来 现在盖盖子 完美 鸡蛋可以上路了 那也太怪了吧 Betty 听起来有人露营时 没蛋饼吃了 其实用袜子 也可以解决这问题啊 把蛋都装在袜子里面 看 袜子蛋 我是天才吧 哦 Jared 叫我把它们放进包包里 哈喽 准备好了吗 那好了 帐篷搭好了 不过 我觉得很饿呢 这么快就饿了 好吧 我来煮东西 坚果找到了 蛋给我吧 蛋就在这里啊 哦 我想 出了点状况 哈 就告诉你行不同 你还真的变成袜子蛋 还好我这边有蛋 拌在瓶子里玩好无缺 你看 只要倒进锅子里就好了 哦 蛋煮好了耶 看起来不错对吧 开动吧 嗯 露营吃了东西总是特别美味 哦 我可以坐这边 来把东西拿出来 就可以开始晒了 呃 你穿的是什么 真的假的 你就没有自己的风格吗 是我签买的 你明明就知道的 随便啦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一天的 哎 真舒服 阳光普照的 会吧 哦 你真的很烦耶 哦 帅哥 那是谁啊 今天似乎会不错哦 等一下 安妮 但 是我先看到她的 真是够了 Betty 在干嘛 不 看我出绝招吧 她干嘛用慢动作走路啊 撩一下头发 她肯定无法抗拒的 哈 她怎么不看我啊 这 这可从来没有发生过 嘿 有事吗 我就知道 不好笑啦 学着点吧 看我的示范 来游个泳吧 她在看吗 很好 哇 每次都作笑 哇 怎么这么冷啊 我的天啊 我的泳衣 再赶快张起来才行 不要担心 应该没有走光 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 怎么绑比基尼 先在后面绑一个结 然后拉到前面肩带上 然后在前面也绑一个结 确保有绑好绑紧 然后把剩余的袋子塞进去 谢谢你哦 随秘 这样好多了 赞哦 要吃点东西吗 美丽的小姐们 我可以一起吃吗 不行 我也没有很想去啦 去野外露营的时候 无论你是有钱人 还是穷人都一样 最重要的 就是欣赏大自然 和玩得开心 你最厉害的露营秘诀是什么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别忘了和朋友分享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看更多类似的有趣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